儿子 儿子有客户在啊 那妈给你把她放在这儿 李总 这就是你妈呀 哦 对了 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李总 你要不说呀 我还以为是收破那儿的 走错门了呢 儿子 那就这样吧 妈先回去了 妈 爸 你等一下 郭总 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 李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实在是没忍住 李总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呢 说话比较直 这不 前几天呀 我刚给我妈提了一辆新车 那衣服呀 都是成千上万的呗 这不 前几天呀 刚给我爸 买了一套小别墅 不是我说 李总你家产也不少啊 怎么能让你母亲穿这么破烂呢 就是这样出来 还都不够丢人的呢 丢人 我看丢人的是你们 李总 你说谁呢 我妈 她虽然年纪大了 没有年轻的时候漂亮 但是她从小就教育我 弯着腰做人 直着腰做事 她青年节约一辈子 今天给我送的不是饭 而是母爱 你们一个个腰肠八卦 难道都忘了 父母亲艰苦的岁月了吗 你们不要以为我母亲穿成这样 她就给我丢人了 其实是我母亲 她这几十年以来 勤俭节约习惯了 无论我再给她买多贵的衣服 她都舍不得穿 飞得再高 请你们记住 一定要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同时我也希望你们 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 要让他们养成 减福福素 尊重别人的好习惯 儿子 你是妈的好孩子 一个人 内心的富有 才是真正的富有 妈 我看我们今天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吧 趁你们出去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得上 我一辈子 我看我们的爱情 还是我们有些人 我看我们的爱情 和甜蜜 在所以说 我看你